大家好 今天是塑料和皮皮书 恒大的事情 许家印的事情 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应该是中国这几天最大的社会事件 完完全全 按照中共的说法 是已经从一个所谓的房地产的事件 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群体性事件 它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奇怪的地方 是那些与之有关的一些业主 一些买了房子 买了七房的人 在那里哭天抢地 这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的搞法 感觉是精心组织的 这有我对中国人的了解 我觉得是精心组织的 一个一个的都举着牌子 还我血汗钱 完了以后前面就是几个大妈 没有男的 全是大妈 跪在地上哭天抢地 在那里一边磕头 一边把脑袋的额头都磕亲了 你知道吧 很大 许家印还我血汗钱 包括之前我们分享的时候 是跑到许家印的河南老家 就挖他的祖粪 这个什么意思 也是挺有意思的 过去也是没有过的 然后后面一堆的草老爷妈 就是这些个跪在地上 哭啊哭啊哭的大妈大婶 完了以后后面是一堆的乌样乌样的 好几千人 上万人 一个人手指举张 一张白纸黄黄血汗钱 完了以后唱国歌 就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再前进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就是你一看啊 以我对中国的了解 我真的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一场 这个反革命事件 是真的啊 看上去是讨钱啊 其实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个事儿没人管 这么多人聚聚在一起啊 不管你是以什么的理由聚聚在一起 如果不是官方暗中允许的话 我说的是你不管是什么事儿 你不管你是商房啊 你还是股票啊 你还是理财 你还是房子 大家记得理财吧 是吧 互联网金融搞理财的时候 好多人的家庭 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钱 去砸进去 血本无归啊 就是你把你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他可以准确的经过大数据的抓捕 完了以后能够把你控制在家里 你只要一出门 你发现门口有人 你干嘛去 你是不是要去游行去 你是不是要去上访去 好多人想发生在网上发生 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有人就是受不了了嘛 杭州有一个漂亮的少夫 就是自杀了嘛 刚生完没多久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难道就是几百万块钱 真的就导致他自杀 他不是 他之前想的太好 现在呢 他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想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寻找一个说法 如果说当时的 所谓杭州的那些搞理财的人 如果说像今天的恒大的人 可以跪在政府的门口 可以磕头 可以挖许家印的祖粪 可以 也就是说可以发起自己的愤怒的话 我相信那个漂亮的少夫 是不会自杀的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居然没人管 共产党按理说就是这种已经 我刚才上来说了嘛 就是他已经从一个防产事件变成了一个群体 群体性事件 而群体性事件只要出一起 你这个当地的党争一把手 你就没有申请的机会了 就这么简单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呢 有人就说了 北京这边有些人就说嘛 说这是其实是习宝子的对手啊 在反击 有人一听就摸不着头了 这个许家印跟习宝子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是第三个问题需要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 就是许家印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不得了的靠山呢 是吧 我们说无数次 做房地产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要有靠山的 所以由于许家印的总部 我是在南方啊 在广东那边 所以大家都认为许家印的靠山就是什么呢 就两种传说嘛 一种传说 因为它是许 是吧 所以很多人认为许家印是许世友的后代 许世友 他就这个 驱使之前 一直在广东那边 就是盘踞 许家的天下 整个广东都是许家的天下 有这样一说法吧 是吧 所以许家印就成功的 就是许世友的 他红二代 红三代 这就好说了 是吧 还有人说这个许家印跟许世友家里去 毛关系都没有 那是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后台呢 说他绑上了香港的一批超级富豪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香港呢 有些个特别大的老板 你知道吗 就是 比如说什么郑于彤啊 就这种人 这种人呢 是什么呢 他长期游走在中南海和香港的市场之间 他中南海里面是有人的 海里面是有人的 广东省委省政府 他是有人的 你知道吗 就香港的那批老板 然后呢 许家印这个人呢 成功的跟他们搞好关系了 从他们那里拿到资本 完了以后 在中国搞房地产 这个东西啊 也是一种说法啊 第三种说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许家印真正的靠山 还是在河南 因为他是河南人嘛 是不是 所以很有意思吧 这个同市河南还有另外一家企业老胡啊 老胡以前跟我是这个很熟的啊 就是河南建业的老板胡 胡总 请我去给他的公司讲过课 当时就是号称 一直号称不是当时号称 就是河南当地本土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市 每一个地基市里面都有他的楼盘 这倒是真的 所以呢 河南建业啊 一直是 还有点风头的 在河南那个地方有点风头 应该是最有实力的啊 所以他经常搞活动 经常请我们这些个 假不假实的知识分子过去给他们讲课 但是我说实话啊 恒大在我的企业家研究的这个生涯之中 我真的一开始就没有对他有太多的重视 真的 我是到了2013年 2014年 2015年的时候 我才开始关注到恒大这样的公司 突然变得特别的规模庞大 特别的有钱 特别的来势汹汹 你知道吗 你想想我对孙宏斌的那个那个 叫什么啊 融创啊 顺持啊 我都了解 我怎么怎么能忽略到恒大这么一个公司 但是我真没有引起重视 也就是说恒大真正火是谁上来以后才开始火的呀 是习近平上来以后 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每年一个样发展的非常快 所以呢 我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他们说许家印的后台 不要瞎猜 香港的那些个老板 你应该换一个个儿 换个什么个儿呢 就是不是许家印去绑香港的老板 而是香港的那些个老板绑这个许家印 许家印就牛逼到这个程度 那为什么许家印这么牛呢 有人就讲出一个例子啊 说这个 就是去年是前年 一尊搞这个国庆的时候 是不是 搞搞搞 中国 不 叫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年 一百年的时候 对 许家印是少 极少数几个可以坐在 可以上这个天安门城楼的人 什么马云 什么柳传志都没资格远远的 打酱油去吧 啊 知道吗 没资格啊 你能够像胡锡进这种这种 跑腿的小太监 就是在在在南边啊 远远的望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用望眼睛看一下 习主席在在城楼上 在向你挥手 是吧 就就可以了 啊 但是许家印是站在习近平身边 没多远的 就是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就那么几个人 但是作为企业家的许家印 居然就上去了 所以他们说许家印的真正的靠山 那是是哪呢 是这个河南 而河南是习宝子的这个什么 重点的要搞活的地方 我们在分析河南的大洪水的时候 分析这个京广隧道的时候 讲过很多河南的这个和习主席的关系 今天的河南的党政军一把手 郑州市的党政军一把手 全都是一尊的人 所以呢 许家印这个人呢 也是很聪明的 有一点点底子 有一点点香港人的支持 但是他很快与河南当地的这个什么 党政一把手 也就是习近平派去的人 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才这十几年以来 才高速成长 高速发展 真的恒大这个公司 以前我真的没放在眼里 你看我访了那么多企业 你们在尤其是在国内的 你能看到我的书的 你如果看不到书 你也可以看目录 比如我出了三卷本的 企业家调查研究 其实第四卷也写出来了 后来不让出 因为我写了互联网 走访了三四十个企业家 我就想都没想过 我要去访许家印 许家印 而且他又是个很高调的人 昨天讲他的那个皮带 原来是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我又想不下来 爱马仕 对 就是这个方方的那个东西 爱马仕 叫徐皮带 爱马仕的皮带 他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 知道吗 他怎么会放弃任何一个 被我这种在国内 就是比较资深的人采访的机会 我只要给他发采访函 然后我还有我的团队 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有关系的人 他百分之两百会 跟我面对面聊一次天 甚至聊好几次 但是我就想都没想过 我说我去访一下许家印 是吧 你说柳传志 王石 马云 什么什么的各种人马 我都面对面访谈过 为什么许家印我就没访谈 因为我真的没觉得他有多大 他就这几年搞起来的 知道吗 所以说到这大家心里明白了 许家印现在搞这么大的事 他能够把那么多的钱转出去 现在这些个找学院要房子要钱的人 能够有组织有预谋的把一个房地产事件 搞成一个什么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都是反习派的事件 在背后呢 在不断的操作 因为郭文贵先生的发现就是让子弹在空中飞一会儿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事业都在暗中较劲 都在不断的给对方添乱 制造麻烦 你说习近平这个人 他是所有的官员都不喜欢他 我跟你说 这有一句说一句 说因为说的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以为我在帮习近平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历史上 凡是与极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过不去了 最后都死得很难看 真的 比如说王安石 比如说以前的李斯 比如说商鞅 就是各种的中国人喜欢想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 只要以 因为中国的官僚集团 它是一个超级稳定的 这不是我的话 是个超级稳定的极得利益集团 这是谁啊 超稳定结构 这是黄仁宇的话 黄仁宇不是搞大女史吗 就是任何一个当官的 哪怕你当到皇帝 你都要记住一点 你一定要跟这些个官僚集团搞好关系 否则你会下场很惨大 比如说光绪皇帝为什么搞不过慈禧太后 因为所有的官僚集团都绑在一块 他们的核心是谁啊 是慈禧 慈禧没有官职的是不是 老夫爷嘛 光绪皇帝很有权的 但是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因为你的所有的一去的 康有为他们搞的事情 都是与整个吉利的官僚集团作对 然后他们没日子过 今天的习近平干的 虽然他干的是什么呢 是回到文革搞毛泽东的路线 但是他干的就是一个 与所有的官僚过不去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官僚是想干什么 就是闷声发大堂 就是当官员发大死老婆 是吧 而习近平是要回到初心 是要这个什么反腐昌廉 虽然他自己很腐败 但是他也反腐昌廉 所以他构成了一个 习近平和整个官僚集团的 一个大撕斗 所以许家印这个东西 没那么简单 他的真正的靠山 我告诉你 其实是习近平 所以现在这边闹得特别凶 没人管 这个事还有更大的事情会出现 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 谢谢大家